我快结婚了 我常常觉得过往就像一场梦 因为世界对我来说 有些不同 它没有声音 只有样子 可以感知 却无法诉说 有人说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可为什么给我的 是这样的安排 后来 我去了一所特别的学校 那里都是和我一样的孩子 你好 对 很好学的 我们再来一遍 你好 我慢慢体会到了交流的乐趣 可我还是会害怕 最害怕的是那些人的眼睛 渐渐的 我发现有些事是无法被改变的 包括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得学会如何和他们相处 如何和自己相处 时间真是个好东西 他交给我很多 你干什么 搞什么呀你 怎么做事的 没事吧 汤都没有了 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你搞什么 吓死人了你 对不起对不起 她是聋哑的 聋哑的 你找她做事干嘛 没办法 现在请护院很难的 陈光 我 嗯 下去 好 我试着找一些 让自己不再害怕的办法 我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李勇敢 也试着用这个名字 去和更多的人接触 意外的是 很多人看见了我 喜欢我 讨厌我 认识我 更意外的是 一份幸运 正离我越来越近 越来越来越过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 最美丽的图案 这个距离我 一千三百公里的男孩 有着和我一样的命运 相信着和我一样的东西 我们开始无话不说 某天晚上 当我躺在床上 脑海里都是她的样子 我们决定见面 那边有人叫你 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世界 从未如此辽阔 我的内心 也从未如此期待 我快结婚了 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明天会怎样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但我知道 我不再害怕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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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